第四季 垃圾, 別擋住電視機, 你瞧什麼? 找回明珠930, 我替靜錄, 不見了 你是不是大頭蝦, 自己沒有錄檔錄了 要不要炒得這麼辛苦, 問問我就行了 你拿了嗎? 奇英雅家就說要錄這個電視劇集 給肥袍好看 那沒收錄影帶了 我就進去你這兒, 隨便回合給他 怎麼搞的? 人火已經不適合了, 還要偷東西 什麼偷偷聲? 奇英雅家批准的 是合法的 我批准你拿錄影帶 我沒有批准你吃我的榴槤 你的榴槤放在冰箱裡吵臭 我牙耳是幫你清理它 這個金枕頭 是我身水身汗從果欄托回來的 我特地留給人好吃的 吵臭, 誰都不給我 我以為阿豪不在家裡 家裡比較清淨 怎麼又來了一個溫神 補了一個位子 想二斤清淨也挺難的 小姐, 妹妹這樣做法是不對的 但是你也別這麼勞氣 我最多去那裡 選一個漂亮的回來, 賠給你 說明了, 不漂亮我不收貨 這麼早買定了, 不然又等牛抽 妹妹, 你別這樣 這裡不是你的家 阿倩和阿豉頭就回來吃飯了 你幫忙開飯, 好嗎 這麼粗糙的東西 很容易粗糙我的手 我的手是用來湊彈彈的 看得這麼軟 看得這麼漂亮的 你看, 怎麼這麼漂亮的 在藍文營竟然有一隻這麼棒的鑽石戒指 試試看, 正好, 正好 乖, 弟弟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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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沒有帶自己的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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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我找到的 這隻戒指這麼熟悉 我從哪兒見過呢 回來了 我生氣了, 這隻戒指是阿貴的 甚麼事 阿貴, 蛋蛋呢 找到一隻鑽石戒指, 是不是你的 是呀, 你這隻結婚戒指 找回我阿貴 人都分開了, 找回那隻戒指也沒用 那又不是呀, 失而復得 或許你和海哥一樣 你帶回去, 阿貴 你怎麼帶不進去 大肚子就是手腫腳腫的, 慢慢帶 走, 那隻手指腫就帶手指尾了 不要呀, 桂姐 帶手指尾是代表離婚的 那她現在真的離婚了 那就適合河車了 明明, 多嘴 幹甚麼? 老闆 你現在真是欺負我孤兒寡婦 以前以為你的臉書這麼瘦皮疾症 現在好回來也一樣這麼壞 我們再多說, 明天就解僱你了 你們倆也別再吵了 你們看, 連手指也抗拒我戴上戒指 證明段婚姻不太適合我了 又何必勉強呢, 是不是 幹甚麼?你們別這樣看著我 現在甚麼都影響不了我 我今天真的很累, 我想進去睡一會兒 你進去我的房間休息一下 待會兒吃飯我叫你 好, 龜 糟了, 阿貴說得好像很輕鬆 難道這件事真的丟下了嗎 時間久了, 甚麼事都可以衝走了 連老婆也留不住 這麼沒用的男人, 還用甚麼痕 大師 老公, 回來了 阿敏 有甚麼事? 我吃飯 我燉了冰糖鹽, 拿給你 不用了, 我的食物很飽 待會兒 看兒子 兒子 爺爺教你畫畫 是呀, 他很有畫畫天分 你看我跟他畫了多少 我但是真是陪他做玩家 看看, 真是畫了很多張 但是怎麼把畫畫畫畫畫這麼小 才不是浪費一點 那倒是呀, 最近燒了很多樹 真的要省點花 爸爸, 甚麼時候變得這麼有環保意識 我前天跟廖部長吃飯來 他說這幾場森林大火燒了很多樹 政府將來可能這麼像砍樹 就擴大禁伏區 這消息很秘密的, 告訴別人 如果新政策真是殺人的話 根本靠木材做生意的公司 一定會受到影響 爸爸, 你知道哪一區實行嗎 話說是他 他不讓我回去, 我也不管他 我聽說 海那間臨時集團回來之後 開了一間傢俬工場 其實對他們的影響很大 話說是倒了 三十多歲左右就從頭來過 我也四十多歲才發胃 那怎麼辦, 老爺 臨時集團是家族生意 倒了就容易, 再起床很難的 你報應 可以前在我們歸視阿楠對他多好 他反咬阿楠一口說歐印他老婆 正一反骨仔 我不念你跟他叉燒一旦有點淵源 我一旦要惹想他臨時了 爸爸, 你過去是誤會 況且我都過去了 過去就等於沒發生過 你這口氣我到現在都沒下 你就口疏疏地告訴別人 賺了錢人家不謝你 辭了一本怨你一輩子 賺了一本 沒事 著實 我知道老爺叫我不要管阿海 但是我看到前面這麼大的哄 如果我不提醒他, 我就不安心 打算打電話跟阿貴說 我是不是有多事嗎? 不知道夫妻是不是真的心有靈犀 我跟她想的事都是一樣的 那你也覺得我應該嗎? 其實阿海要小心點是應該的 但是不會驚動阿貴 你還介意嘗試這件事? 清姐自稱, 我根本沒有放在心裡 不過阿貴現在有了寶寶 無謂要去為阿海擔心 那是會驚動我胎 阿海做事很勤奮, 當時在閨市 他很幫得上我的手 但是他想的事始終比較簡單 我覺得他不太適合做生意 如果新政策真的實行的話 對臨時一定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怕他可以應付你 阿南, 如果可以的話, 你幫一下阿海 你不說我也會這麼做 明天我找阿海出來談談 工廠的生產進度怎麼樣? 保機剩下好嗎? 運作得很好 之前那天重型介板機是發生故障 不過很壞修理好了 進度還比預期理想呢 阿俊, 這裡有兩張訂單 那天晚上, 客人想盡快蓋貨 你看那個人不覺得錢 這陣子的訂單 接得早就早就不接了 每個人要我們快點 我看這批要下個月底才蓋貨了 下個月底? 是呀 阿海, 工廠的情況怎麼樣? 一切順利 我剛剛跟兩個客人經緣 他們想跟我們長期訂貨的 合約我傳到工廠那邊 你下來看看 阿哥, 現在工廠的訂單 逼得爆小鵬了 我怕人手和木材都負荷不了 大馬有這麼多樹這麼多人 怎麼會不夠資源呢 我們本身是木材開發公司 不夠木材的就開發多一點 工廠人手方面 必要時叫他們IoT 再不夠的就請多些人回來 那好吧, 我知道怎麼做的了 阿陳, 我想去佛募區看看 你測試人手是否足夠 必要時的加班請人 無論如何一定要準時交貨 知道了, 容先生 阿哥 是我,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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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工廠有些手尾還沒搞定 所以來晚了 不要緊, 我早到而已, 先點東西 咖啡 很厲害, 周刊登了你個人專訪 還封了你當東南亞年青才俊 你也試過榜上有名 找我出來有甚麼重要事 聽說你臨時買了個佛募區 是呀, 配合家私生意的 現在還在生產 你要小心點 我收到消息, 說政府可能會推人新政策 為了保護沙林區維持一定的樹木數量 可能會收緊伐木的政策 如果樹木的數量減少 那其他供應商一定會坐定起駕 那對你們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特地來通知你 你的消息去哪裡聽回來的 我有一位叔叔在政府部門做高官的 是他告訴我們的 我也認識一個朋友在政府部門做的 也知道他們內部有很多風吹來吹去 可是大部分都是不可遂的 可是對方真是實難實恥的 我想你們還是小心點提防一下 提防?你想怎麼提防? 推了所有訂單, 還是收拾了一間廠 做生意當然有風險 每件事都這麼害怕 到頭來會綁死自己 是呀, 做生意是要冒險 但是謹慎也很重要 大家行業不同 但是做生意的方法也差不多 一理通白理明 我想這方面不用你教我怎麼做 醫生, 怎麼樣? 醫生, 你怎麼不說話? 你說甚麼我都能接受到的 我的眼睛不是第一次有事的了 也做過一次手術的, 也很成功了 你不會惡化吧? 對了, 醫生, 我媽的眼睛怎麼樣? 林老太的時辰經開始惡化 醫生, 我還沒老到這樣吧? 你有沒有查清楚? 我已經查過了 這種現象 主要的就是跟營養不良有關的 那就更加荒謬了 你知道嗎? 我餐餐都是如廁燕窩地吃的 如果我也可以叫做營養不良的話 全世界有很多人餓死了 你…你聽我說 這個病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你過去一直積累下來 這樣就加速了那些事神經的老化 醫生, 你別說這麼多 我家人又不可以治 真的很對不起, 我無能為力 醫生, 你盡量治我吧 你想辦法治我吧 我家人有錢, 有三部有孫子 我多少錢都小了, 我不可以瞎 媽, 你冷靜一點 阿欣, 你這個黃老醫生 我不要看他 他說媽媽會瞎我 我熬了半輩子, 我不想瞎 媽… 你給我看過, 比醫生好好的 我去美國也不怕 媽, 你放心 我和哥哥一定會有一個 最好的醫生看你 你放心 不行, 我不可以瞎 我還沒看過, 你們看過我 你們要醫學我 杭立先生, 你也算大面子 有我們四個美女陪你喝下午茶 如果阿貴套裡面那個 也是嬰兒女 那就構成了一封很漂亮的五味圖 美美, 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阿貴, 不要緊她那麼多 免得我拖她 不怕, 我的嬰兒很乖 是呀, 桂姐, 你有沒有想過 生孩子和生女兒 我喜歡他生女兒 他生女兒又會貼媽媽 嗲媽媽, 還可以比爸爸漂亮 但是生孩子堅強一點 明天才可以保護媽媽 當然生女兒好 像我這麼有氣質, 這麼漂亮 但又會找個有錢老公 養壞了阿貴 依我說, 子女也無所謂 最重要是寶寶健康精靈 我就開心了 立生, 那你來吧 龍鳳胎, 不用煩了 打得這麼敷衍, 人家在這裡聊天 來怪他看雜誌 你看我看什麼雜誌 是海光的專訪 海光很威風, 外國雜誌的訪問去 阿貴 有什麼這麼威風 那些江湖大哥 不是一樣不接受訪問 是厲害的 就多給阿貴阿貴來枯布 他們說心不說心 哪有這麼少賄, 貴可 對了, 阿貴, 你記不記得 你那種結婚帶子不見很久 都能找到 證明你跟他的戒指有緣 你跟海光也一樣 緣分的事叫來的時候 擋也擋不住 但是要走, 怎麼留都留不住 隨緣吧 我去洗手間 我陪你 看來貴姐對海光的態度 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同行 我有預感 他們倆一定可以康復 我也是這麼說 所以我們不要減少情動作 隨遇而安 進來 阿貴 阿海, 這份合同你拿回去看看 這間公司跟我們長期訂貨 但是為了確保雙方利益 附加了條件 就是如果我們持交貨的話 就要賠相賠 生意壓力多大 簽約三年 每年大概兩、三億左右 大哥, 你是不是認識 林業部的廖部長 廖部長? 我跟他點頭之交來而已 我跟兒子比較熟 我們以前的同學 問你幹甚麼 你有沒有聽到消息 說政府打算擴大禁止伐墓區 沒聽過 這麼重要的消息 他沒理由不跟我說 你從哪兒聽回來的 沒有, 我想這些消息是不可靠的 拉絲, 拉絲 一個一個, 照我眼睛看不到東西 不要妨礙我 媽媽又來了 那些工人真是無辜 我去看看媽媽 你別過去了, 你坐吧 你現在過去是不是只會讓他罵 他快了一會兒脾氣 一會兒就沒事了 媽媽真是不幸運了 熬了半輩子 現在打算享福了 眼睛又不爭氣了 生到病死就是人都要經過了 現在到老了 又沒有個盼在身邊照顧自己 又是寂寞一點、淒涼一點的 所以我娶了四個老婆 一個不管我也還有其餘的那些 那你呢, 海 你自己有甚麼打算 把幟在身邊名簽 我去不掉了 就是我去拿回來 我要去拿過來 我去拿出來 走了 好了, 我去拿吧 我去拿去拿這次 要找找她, 你可以去拿走 阿敏 阿桂, 其實這個電話 我想打給你很久了 但是阿楠叫我不好 所以我就沒找過你了 不是你跟阿楠出了甚麼事吧 阿楠找過阿凱 我去做甚麼 阿楠見過阿凱之後 他一聲也不出聲 但是樣子就很不開心 我想他們一定是談不完的 如果阿楠知道我找你 他一定還我多事了 但是現在可以幫到阿凱的就是你 阿敏, 你坦白告訴我 究竟大馬那邊發生了甚麼事 我這麼晚都還不睡了 人人都睡了, 身體重要嘛 早點睡吧 不要緊, 阿姑, 都爺了, 你先睡吧 我不能睡的 阿凱每晚都是這個時間 打電話回來的 如果我睡了就沒人聽了 我…我還沒睡, 我在這裡 你早點休息吧 是呀, 你在這裡吧 如果我可以打電話回來 你就照聽吧 阿姑先進去睡, 我不妨礙你了 慢慢睜眼 阿姑, 今晚多工作, 所以遲早打給你 阿桂睡了沒有?她跟我寶寶好嗎 我們也很好 阿桂? 阿桂, 你終於肯接我的電話了 阿桂, 我… 你做事做得不錯吧 工作很順利 剛開了個傢俬工廠 我寄了一些資料給阿樂生的 你有看過嗎? 對不起, 我們傢俬沒甚麼興趣 是呀, 這間廠進行都信不信你 有沒有甚麼阻礙 除了工作之外 我們可以談談其他事情 我聽朋友說 大馬政府可能會改變林業政策 可能會影響到這間廠 你的朋友是不是叫龜阿楠 你們一直有來往的 我不想再跟你爭辯 我只是希望你的廠 不會受到影響 謝謝你關心我 我這麼大的人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希望你真的知道 不妨礙你, 休息了, 晚安 阿海, 還沒睡? 甚麼事? 之前你不是說這份合同有問題 想修改一下的嗎? 我研究過了, 可以簽 真的沒問題? 早安… 早安, 發媽, 早安 你們怎麼這麼早? 是呀, 早點起來就不用跟人搶廁 又不用跟人搶背脊看 是呀 很香的柴魚味 煲柴魚花生粥嗎? 是呀 發財了, 昨天做夢夢有柴魚花生粥吃 今早睡醒又有粥吃了, 有運行 不好意思, 沒遇到你們 我打算你們不吃的 你平時還是吃梅姐煮早餐 是呀… 是呀, 阿梅是每天早上煮早餐過夜的 阿梅 阿翔哥 甚麼事?沒來聰明 當然要叫你煲柴魚花生粥 好… 不好意思, 看著報紙已經炒了 不要緊… 快點吃吧, 阻礙別人的客廳 川哥, 剛才我用了一間廚房 已經洗乾淨了 我洗了衣服又浪了 穆川哥, 你的衣服最好交給梅姐洗 免得混亂 你知道的, 我們衣服是叉燒鎚的 好呀… 對了, 還有, 廚房三個碗不夠煲 我今晚回來再洗 不要緊, 你的糊塗洗完就行了 阿媽, 拜託你 你不要把工夫拿來給人家做 就是呀, 洗也不差一會兒 不好意思, 我現在先去洗乾淨了 阿媽, 為甚麼突然這麼生愛 我們大家住在一起 誰做多做少, 有甚麼所謂 那就這麼說了 畢竟我們都寄人離開 住人家的房子 不說了…趕著上班, 走吧 好, 先走了, 再見 好… 好, 快走, 發哥 再見 再見 他們總是這麼古怪的樣子 甚麼都這麼客氣 每個人都分得清清楚楚的 老爸, 你不是現在自知嗎 甚麼現在自知, 家客 你以為梅姐知道嗎? 阿梅 川哥, 甚麼事?你肚子餓嗎? 我剪雞蛋給你吃, 好嗎? 沒來死, 現在我肚子餓了嗎? 我問你, 你和花媽都順便下來的 為甚麼他們甚麼事都分得清清楚楚 客客氣氣的樣子呢? 我想他們想保護自己 你知道, 我在國內下來的人 思想比較複雜 如果不是太熟, 保持距離會好一點 無緣無故和我保持甚麼距離 我口臭嗎? 會不會你和大勝哥從小玩到大 像兄弟一樣 師琴和大勝哥有過節的 所以對你有點戒心 對呀, 有時他們煮飯都沒有預約我 幸好梅姐姐煮好東西放進雪櫃 叫我叮芳葉來吃 不是吧?和我小妹都分得不清楚 我相見好同志, 哥哥, 你不得罪自己不知道 我得罪了甚麼?家客 這間屋是阿福, 怕甚麼? 阿梅是阿福的同妹 你就是阿福的腦 給了立生的未來老婆, 用甚麼怕 師琴隨時是阿福哥的老婆 是呀, 如果計算你上來 我們不夠他們親的 那如果我們拿回房子 我們不是要去逛街嗎? 師琴和福哥可能有默契了 想叫我們搬, 但不好意思開口 伯伯, 昨天收舖的時候 你才拖去原地 現在午事還沒做完 不用拖得那麼密 不是呀, 炳叔 剛才有個客人 不小心倒死了一杯珍珠奶茶 是野蟻的 伯伯, 等我來拖 你去買乾淨的玻璃 拍的燒美美好一點 馬鈴真是周圍 對呀, 應該的 做氣 我看什麼, 看得鬍子都戳了這麼有趣 我看你, 為甚麼上班這麼晚 還大無私養, 你看 畫牆的兄弟不敢計較嗎? 你學會別人 你們上班早又勤勵, 又遲收工 你夠勤勵, 不就被人解僱 柴魚花生粥 你也不是兄弟 買粥又不買我的份 你用不需要我這個兄弟給你買 你去叫聲而已 有很多人搶著給錢給你買 你說阿梅是嗎? 心切肚明, 你也不需要什麼間諜 其實是想謀我這間店 你不是這麼說話 現在不是六月姐 否則一定有非相 大哥, 這間店我也有份 我怎麼配合愛人來謀自己的店 大哥 阿福和阿琴 夠十幾年夫妻了 現在就夠沒有了 夫妻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況且我和你的感情 我怎麼會出賣你呢?大勝 你最好說 是 你吃過的粥有你的口水尾 我還要噴下去 證明我們的感情 像電波兄弟一樣 好, 請 我下次買早餐預約你 這樣才是 其實你不知道我 住一份兩家居屋就不知多慘 地方世人多不在話下 每次都被發財家人 偷偷偷偷偷看她面色做人 你真是的 你什麼時候演編劇這麼誇張? 什麼誇張? 他們買水果就買三果 煮飯就煮三碗 燈油、火辣、水電 全部分開 現在實情實, 像龍屋一樣 差點沒有鐵絲網 弄得我現在對頭家 一點歸屬感都沒有 他們這麼會演戲 沒理由這麼不懂做人 弄個可憐樣子出來 可能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 好, 走 川哥 其實現在的房子這麼便宜 如果對, 不如我們選一間 四起大過了, 應該有自己的房間 我也想買, 哪有錢 扔掉十船十尾路 看哪有便宜租得好 算了 川哥, 如果真的看得對 二十多萬我都可以拿出來 你哪有這麼多錢 我開店的時候都清了倉 是呀, 錢是阿B在美國寄給我的 我打算留給大力 但是現在上海做得這麼好 就不用留給他 那就可以拿出來 鬼媽媽, 梅莉 我和大勝開店的時候 屎林尿賴周圍撲水 你一聲都沒提過那麼多錢 不是呀, 川哥 我難道不告訴你 柳兒一筆儲備金 我擔心你沒有像現在開店那麼發奮 還有人家說 一下子放在生意裡 有甚麼事不能走棧 你這麼小看我嗎 我林浩川也令你失望過 對不起呀, 川哥 話說回來, 梅莉 我是不是只有二十粒東西這麼少 是呀, 真是二十萬而已 真的嗎 不是, 還有五千 想清楚, 還有多一點 說出來, 我不罵你了, 乖 怎麼整天打哭我今天 是吃得飽, 還是和我一起悶 不是呀, 午中午了 還裝模作樣 當然是昨晚習慣我睡不著 你就想了 稍後陪我看了按摩椅 人家說坐按摩椅會幫助血液 重溫會睡得好些 為甚麼, 睡得不好嗎 最近私勤的家搬來 屋裡人多了 晚上有時候出車又入睡也睡不著 而且媽媽早起床 所以最近每天都睡不夠六個小時 但是這樣下去不行 你想想, 雖然我家人不多 大聖哥哥, 大聖哥帶了九千酒 又是大正上班時間 姨媽湯水又夠 才搞到外國都這麼好變色 你再這樣下去 我怕你遲到一片頭條 你不用說得那麼嚴重 以前老熊哥 背著四起, 睡辦公室也是這樣 雖然發媽媽他們不是那麼容易相處 但是我是職業社工 我一定搞得怎麼樣 對了, 大聖哥有一次喝醉酒跟我說 他說屎行他們整個街都不是好人 他們有沒有給面子去看 那倒沒有, 你別胡思亂想 最近睡不著 可能是因為工作多了, 人家比較醜 誰 麻煩唐南新醫生 他剛去巡房, 你哪裡找他 我叫他稍後打電話給你 好, 我是三元地產姓張的 麻煩你告訴他 我們有幾個樓盤 符合他的要求 他可以隨時來看的, 麻煩你 不用 難道阿好為了避我 要立心找樓搬? 高醫生, 沉沉沉什麼? 立心, 你想買樓嗎? 是呀 我也知道阿好很生氣我 立心, 你可不可以不要幫他搬? 不, 我媽說過這輩子都不見你 看不看, 上次和你私奔 臨上飛機你才縮沙 你這樣做, 和我媽必有媽媽才行 現在我整個家人都很討厭你 好, 你的民望指數又創新低 準備下台吧 我也知道, 自己是不爭氣的 知道你又這樣做 因為我媽媽… 什麼為你媽媽? 我說你不夠喜歡我媽媽才行 有關係 這房子我打算賣給阿靖住 我媽這麼喜歡熱鬧, 怎麼寫一半呢 你和阿靖結婚嗎? 不是一定要結婚才買樓 不過這樣也好, 至少試到 你是多緊張我媽媽 為何今天這麼悶熱? 冷氣好像不夠冷 我也不敢去公園下棋了 免得中暑 小姐, 不如這樣吧 我待會出街市買個冬瓜回來 找些乾魚柱、火腿、鮮年枝 等個冬瓜喜歡吃, 好嗎? 好啊… 你看阿蓉對我多好, 你學一下吧 她還說你就是真的 七小靖, 你看著店 我去銀行購買點錢 好啊… 那個士奈福 一吃完就不知道時候要去哪裡 要你出去曬一頓 好像是你提准她 去和師琴喝茶 不用買口乖了, 我當做運動 丙叔 我看見現在沒什麼客氣 我想拿碗進去幫媽媽洗好, 好嗎? 好啊… 阿發, 你的樣子好像很累 別這麼拼命, 長命功夫長命做 知道嗎? 可能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 況且我鬥你的工資 我又不想媽媽那麼辛苦 阿發真是孝順 你怎麼做的? 當然是我們應該的 想焗死人嗎? 小風扇也沒飽 幹什麼這麼多工作 好啊… 我呀, 不用裝作 想嚇死我嗎?早點發聲 進來幹什麼? 她看見善宜在銀行就進來射射 剛才梅姐跟我說 她說我們兩家人一起住 應該好像一家人一樣 那些東西就不用分得那麼清楚 我們孤立木村的招式 真是用得了 不用說, 你沒聽過薑越老越辣嗎? 現在就看看師琴用什麼手段 那幅頭的耳朵這麼軟 只要他在那幅頭面前炸大型 他一定買房子讓他住得舒舒服服 好, 到時我們再劏他一刀 不過我擔心師琴未必能把那幅頭困擾 怎麼會呢?那個女兒是我養大的 她用什麼手段我不知道 總之那幅頭一直都認為 自己很對不起師琴… 那不用錢來補償, 也用一條命嗎? 這幅頭就叫做以退為進 我看我有空也走在那些地產公司 在那裡先選擇一層漂亮的房子 謝謝 師琴, 你幹嘛? 你不是喜歡吃西當嗎? 幹嘛不吃嗎? 不是, 睡得不好就沒有胃口了 當然是大團太辛苦了 還是樂樂的功課太多? 不然這樣吧, 我叫安仔幫他 樂樂保持… 不是 不是, 我睡得不好而已 那待會兒打電話回去旅行社 休息半天, 請假吧 回去有什麼用 人多多, 出出入入入也睡不著 不過, 跟你這麼熟才跟你說 其實我們家人睡得很辛苦 為什麼?車情太軟了? 不是, 這些有什麼所謂 不過那個穆川哥 不知道是自私還是看不起我們呢 沒有, 我總覺得 他們經常吃飯 也不會跟我們去同桌吃飯 什麼都跟我們解得清清楚楚 好, 有時候還把我們當作賊看 沒理由 照過小梅低上面下來 她不會對你這樣 最非木村的兩兄妹是這樣的 有時候, 人家晚上穿睡衣去手間 她都眼睜睜地看著我 搞得你多麼尷尬 是嗎? 阿靖, 像個黑臉神一樣 黑臉很面對人 表達很難說 你跟穆川哥也是半個兄弟 阿靖也是立生的未來老婆 我又跟你無名無訓 既然離開, 這種感覺我都遇到了 不行, 畢竟這間屋都是我的 我去跟穆川聊聊才行 不要…我不想梅姐擔心 又不是那麼大不了, 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 也不會死的 不行, 像以往這樣下去 對你身體不好 我想過了 哥哥和媽媽這麼遠路來到 我不想見他們看別人的臉色 你說我們搬出去好不好? 租樓? 是呀, 我查了價錢 最近的樓價跌了很多 買樓和租樓都很便宜 住得遠一點也沒所謂 好像洪水橋四千八百元七百尺 天水榮三千元而已 不行, 住得這麼遠, 你怎麼上班呢 不過你們三姐這樣下去 我也很不安心 最近的樓價這麼低 不如我買樓給你們住好嗎 買樓? 好不是說不好 不過買樓這麼貴 我又不想你浪費這些錢 好幾乎是你的房子 好幾乎是你的 小梅說的都是我堂妹 我不可以趕她走的 我和爸爸商量就行了 你畢竟都是半個自己人 女人是要有個鬥才好一點 不過, 你對我真的好 隨便參觀一下唐先生唐太太 這裡很大廈 不好意思, 我不是唐太太 對不起 我看兩位一定快要結婚了 所以買樓了 不是 隨便一句, 不用認真 唐先生, 你看 這裡真的很值得 八百多尺, 三房兩廳 而且使用的面子又大 對, 要不然業主等錢花 都不會買到三百二十萬這麼便宜 唐先生, 坦白說 在我們公司手上的那麼多樓盤之中 最便宜和最值得的就是這間 要不然我也不會帶兩位來看 兩位覺得怎麼樣 我沒問題, 問林小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先出去聽電話 你們隨便參觀 謝謝 走 好, 是 這裡, 看到我家的 你幹甚麼?我沒那麼多錢買樓 你帶我這裡幹甚麼 你喜不喜歡 這裡的地點和環境都不錯 尷尬也很實用 喜歡嗎?買了它吧 你真的想結婚嗎 是呀, 不然不是跟你 不玩了, 究竟幹甚麼 金屋床叫 你躺在這裡住這麼辛苦 不如跟另一個哥哥 死喜梅姐他們搬過來一起住 最多我付錢 金人齊群 是呀 發媽媽, 坐下… 我們在談關於立生和阿靖的事 你們猜猜是甚麼 是呀 你們要結婚嗎? 是嗎? 沒有了 甚麼未有, 拿就快了 你們看阿牧穿笑得到 簡直好像她自己結婚那麼開心 更開心就自己結婚 別看妹妹, 單單薄薄 福利又大又厚 你說, 有多開有個男人 肯買一層樓給女人 買樓? 立生在旁邊 買了一層樓給我們住 但好姨會不會不開心 傻了, 我媽多疼她 我幾天罵馬遲 福哥, 我們打架了這麼久 真不好意思 立生說趁現在樓價低 買一層樓等來搬開住 大家不用住這麼迫 你真的要搬開住嗎? 是呀 我會搬去跟阿靖他們住 到時候你們住了 就會寬闊一點 你們真是幸運 很多大陸來的人 想找遍遍頭也沒有 現在你一來到就可以住居屋了 現在居屋賣不值錢 不過你們也不會想那一瓶 是呀… 為何你們今天好像不太開心 怎麼了? 不是呀… 怎麼會呢? 可能司禁和福哥逛街逛逛 喝茶吧, 飯媽 謝謝… 為何你們這麼晚才回來 去哪裡?阿福 還好說 早知道你們找到樓要搬 我們就不用這麼貧薄到處找樓 你們今天也去看樓嗎? 是呀, 走過一趟 打算玩一間便宜的 不用福哥浪費錢 是 不過現在不用了 我們住玩粉嶺 免得上屋搬下屋 不見一羅谷 是呀… 好, 那就安定了 你沒有妹頭這麼好命了 那不是人多逼劫 立心…